先会爱自己 再去爱别人 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树妹突然哑了 文说 她失从方外高逝 修成严陵 一辈子仅可说三句话 但句句都可成真 放黄榜那天 万人空下 树妹却撑伞站在树荫下 不屑冷笑 本次榜首 非我树兄莫属 树兄周子涵 是大周出了名的废物点心 他被揽无赖 认得字还没我肯玩得 干着棒子多 大家摇头吃笑 谁都不信 可黄榜一放 周子涵三个大字 赫然在头筹 自此 树妹一战成名 严陵的美名 传遍京城 士陵公子们趋之若鹜 都想娶她回家 荣耀门美 一众公子中 嫡母思虑再三 选中了陈怀 陈怀虽出身商户 但滋容绝艳 才华斐然 出人头地 指日可待 可树妹不甘心 老霍 居然把我配给商贩之子 摆明了是做见我 你也不照照镜子 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 她对天高呼 愿嫡母猝死 姨娘扶正 我周莹成为嫡女 画壁 一道闪电披落夜空 嫡母惊恐地睁大眼睛 倒地毕命 转天一早 在嫡母关前 我爹亲指薛姨娘为田房 抬为主母 树妹也女凭母贵 从树女抬为嫡女 两次言灵成真 我胆寒心颤 整日躲在侯府 不敢出门 地其锋芒 毕竟 树妹自幼就极恨我 我周莹容貌才学 样样胜过你 凭什么你高高在上 我却被人踩在脚底 侯爷求取我那日 树妹摔烂了家中首饰 她在一片珠光灿灿中 抬起猙獰的脸 周莹 我对天发誓 此生势必胜过你十倍 百倍 千倍 等我飞上枝头那天 我要冷眼屁腻 看你如何一点点发烂 发臭 生不如死 她很快等来了这天 树妹嫁入国公府那日 以圣上亲写的手书 破我出席 我装病不得 硬着头皮 步入树妹的装饰 后脚刚迈过门槛 身后咔嚓轻响 门啰嗦了 笛姐 我可算等到你了 树妹从描了金山绿水的 屏风后转出 恶毒地盯着我 怨敌姐被猴爷扫地出门 二嫁乞丐 一辈子不孕不遇 子孙满堂 话音腐落 永一猴便踢门而入 一脸怒涩 无耻淫妇 你居然连路边的乞丐 都勾搭 我侯府的脸面 都被你丢光了 乞丐 什么乞丐 我瞠目结舌 想辩解 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围住我 言之凿凿 昨日 我亲眼瞧见 周家大小街 被乞丐摸了脚 肩夫淫妇 有辱斯文 就该进朱笼 所有人都信誓旦旦 说我光天化日 与路边乞丐苟合 但怎么可能 昨日 我分明孤守佛堂 为病重的婆母祈福啊 我 我没有 众口说今 我的反驳苍白无力 所有人的记忆都篡改了 有人甚至告诉我 婆母方氏 早在十年前就死了 是我胡言乱语 死丫子嘴硬 嫡姐也是一时糊涂 还请侯爷大人有大量 饶过她吧 树妹下的梨花带雨 跪地为我求情 旁观者无不动容她姐妹情深 看在二小姐的面上 本侯饶你一命 侯爷冷冷盯着我 你不是喜欢乞丐吗 好 本侯成全你 门口 奴仆们压着一个乞丐 她满身赖巴 还缺了一条腿 就这样 我嫁给了这位传说中摸过我脚的乞丐 黄世七 我被侯府撵出来时 身无常物 连锦袍都被婆子们包了 只剩一身内衫 天下过雨 内衫浸润了潮气 越发单薄透明 树妹穿着藕合色 鼠锦长袍 捂着手炉 众星捧月而来 大小街好身段 浓欠何度 她身边婢女流云 故意走上前 大声问小思道 你们说 是不是啊 小思们多是地体出身 健壮 纷纷起哄叫好 银鞋的目光 在我身上缩寻 大小街身材真好 比牡丹阁的头盔还大 这要是能捏一把 哎呀 不敢想 这有啥不敢想的 乞丐的女人 人尽可福 我心如死灰 任命地垂下头 刘云用力捏住我下巴 想我冷笑 大小街这就受不了了 这样的日子 还有几十年呢 好好享受吧 说吧 她狠狠唾了我一口 与一众奴仆 簇拥着树妹离去 天高云淡 红雁掠空而去 侯府门前的梧桐 枝叶凋零 风拂过 树叶速速而落 我一动不动 任凭唾叶在脸颊干涸 猛然一抬头 瞧见两只镇宅的石狮子 若干年前 有个侍妾遭人污蔑偷盗 也被撵出了府 她一头碰死 血溅三步 我当时笑她怯懦 如今想想 她真聪明啊 这时到 女子若无一霸 死了可比活着干净 我似做梦般朝前走着 仿佛前头有个金套子 我头一伸 脚一蹬 便解脱了 可黄石七 把我拉了回来 姐姐 先别死 她拦腰抱住我 高声喝止 现在死了 就亏大发了 你的福气在后头 这辈子除了侯爷 没有男人触碰过我 我吓得连寻死都忘了 慌忙正脱开她 落日息邪 黄石七逆光而立 荣荣西照落在她肩头 她擦一擦额头惊出的汗 满心息迹地看着我 我也警醒停盼地递着她 她可真丑啊 浑身的赖巴 再好的五官 再高挑的身材 也无济于事 更何况 她还瘸了一条腿 我的目光最终落于失望 说不定 还带着三分闲雾 黄石七想必也看出来了 可她不气馁 姐姐 我虽然丑 但我很温柔 日后 等我黄石七飞黄腾达了 定不耐窃 一生一世 指你一人 那窃 我笑了 你一个乞丐 这辈子不动恶致死 就算祖坟冒清烟了 我冷冷地看向她 将今日所遭受的比仪冷落 尽数转嫁 至于飞黄腾达 绝无可能 你就别做梦了 逢人且说三分话 是我自幼家学的规训 可这遭耳 我偏生把话说绝了 我恨她 若不是她摸我的脚 我岂会被侯爷修了 气如碧履 被众人耻笑 放荡荒淫 我恶言恶语 可黄石七却毫不生气 她审笑一声 你怎么知道我不行 不是我说 你这是当局者迷 若是太平世道 我一介见急 确实难以出头 但万一 话说到紧要处 黄石七笑眯眯的眼 突然闭上 懊恼道 行了 别激歪了 你爹我不说了 不说行了吧 她对着空气拳打脚踢 仿佛和谁对话 我后退两步 黄石七还是个疯子 这还了得 见我惶恐 黄石七赶紧扯住我的手 向我解释 别怕 我没疯 我只是有阴阳眼 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阴阳眼 这不比疯子更吓人吗 我欲哭无泪 黄石七啊 黄石七 你带给我的惊吓 还真是源源不断 络绎不绝呀 见我镇定下来 黄石七便拉住我的手 要带我回家 姐姐 你现在死不成的 不然先跟我回去 处两天试试 她蛊惑我 处过三天 你如果还想寻死 再死也不迟呀 我被她说服了 也对 树妹不肯让我死 我就得苟延残喘地活着 这日子 先过着看看吧 和黄石七离开前 我回头看了一眼侯府 矮矮雾气中 整座侯府都朦胧不清 四腰山上的鬼府 阴暗鬼绝 而我从前在府中的富贵日子 也仿佛南科一梦 我深深地看了眼 再看了眼 依然转过脸 从今后 不相逢 再不回头 我随黄石七回了 她栖身的破庙 此庙供奉着 前朝一员永驾 高祖即位时 派人砸毁 已荒气多年 庙宇漏顶 四壁空空 冷风从八方灌来 冷得我直打哆嗦 进屋后 黄石七累了柴堆 生火让我取暖 又从佛像后 摸出一只鸡腿 擦了擦 给我吃 可我心如死灰 后悔自己刚才没死成 难道我周英 就要这么过一辈子 我可是周英啊 二品侍郎的掌房嫡女 侯府高门的风光原配 就在今早 我还摔碎了一盏夜光琉璃碗 那碗的穗瓷 足以买下一间宅院 当晚 我落了一夜的泪 一度哭得迷糊过去 可醒来时 却发现 荒庙还是那座荒庙 守在我身边的 还是一文不明 赖头瘸腿的黄石七 我不肯与黄石七远访 他自然不敢提 我俩相顾无言地 过了半个月 井水不犯河水 这半月当中 我日枯夜提 怨天怨地 恨人恨己 可无论我如何折腾 黄石七都一言不发 见我实在哭得狠了 他才缩缩头 乐乐地说一声 对不起 他每天天不亮 就上街乞讨 傍晚时分 他回到破庙 分我几文铜板 够喝西州果腹 运气好的话 还能买一个馍馍 半个月后 我终是哭够了 便拿出高门嫡女的气度来 重整旗鼓 夫君 你今年贵羹 那日他乞讨归家 一进门就见我板着张脸 冷冷地盯着他 贵羹 黄石七一愣 仿佛学堂上谎神 被学究点名的顽童 赶紧低下头 掰了掰手指算道 我今年二十 若冠之年 意气风发 正是好年华 我学着嫡母的样子 语重心长的规劝 夫君 你年纪轻轻的 就不想学一门手艺 上街乞讨 虽然饿不死 却也堪堪果腹罢了 况且 于颜面上 着实难看 不若学门手艺 迅寿也好 打铁也罢 虽然赚得不多 但风俭尤人 精打细算 总能存得住钱 有了本钱 我们就开店做买卖 万一赶上好年节 赚了一笔大的 我们就置办宅院 那切天丁 可好 我蠢多 树妹的严灵之术 固然恶毒 可她那句不孕不遇 子孙满堂 却引人深思 我今生无孕 可作为正是娘子 夫君的姬妾所出 皆是我的孩子 这不正好说明 黄时期飞黄腾达 姬妾成群吗 可惜我尊尊教会 黄时期并未听进去 我开局确实是一个碗 乞丐的身份 一时半会儿改不了 至于中间如何发展 我们慢慢走剧情就行了 走剧情 又是走剧情 我气得打翻了粗桃茶碗 和黄时期朝夕相处了半个月 我发现她风化连天 有一次她好端端地与我聊闲天 突然浑身僵直 疯了似的敲脑袋 仿佛在驱赶脑子里的什么东西 行 我知道我欧欧西了 停 停 停下 欧欧西是黄时期的家乡话 我成前起后 揣测良久 觉得那意味着言错 而走剧情 则意味着得过且过 不可 我一下子严肃起来 夫君 你夜已成年 娶妻成家 岂能还像一个人时 那般随心所欲 得过且过 俗语道 驾汉驾汉 穿衣吃饭 你上街乞讨 经常吃不上饭 难道要你妻子 我跟你一起 喝西北风 我脸色难看 黄时期越发羞难 脑袋几乎贴上胸膛 可现如今 我只能做乞丐啊 他迟疑良久 孽如道 不做乞丐 我可救 他念头大脑地瞅着我 我叹了口气 接话道 就嗡嗡吸了 黄时期重重点头 不过 见我脸黑如锅底 他赶紧圆场 姐姐 我可以教你赚钱 黄时期说 他家乡有一味名小吃 换作糖雪球 酸甜可口 极受欢迎 他来京城这段日子 考察实地 估算成本 觉得这营盛好上手 假以时日 不难发财 他吵了一波及 要我拿去集市卖 闻言 我心一颤 夫君 你的意思是 让我抛头露面 机身示警 我修头修脚 卖货求财 真真折杀我了 抛头露面咋了 又不是抛头炉 洒热血 黄时期鼓励我 姐姐 女人就该独立 自己赚钱 自己花 每天吃鸡乐 呱呱 你靠自己 做自己的女王 黄时期爱说这句话 做自己的女王 我只觉荒谬 女子岂能为王 就连做个女官 也要看家事人脉 贵人机缘 可黄时期不这样想 他说 女子一旦勤勉努力 依靠自身 也可出人头地 为官作宰 我纠结了一阵 还是同意了 好 妾去卖货 不过夫君 妾并不想做什么女王 妾只是觉得 嫁机随机 妾既然嫁与夫君 定然如磐石 无转移 似仆委任如私 与夫君同患难 共进退 这段日子 我逐渐接受现实了 我嫁了黄时期 可他虽然穷 却并不是全无好处 他心地善良 聪明隐悟 见多识广 鼎鼎紧要的 是他敬重我 爱护我 从不勉强为难 这一点难得可贵 京城的王侯将相 在这点上 可没一个比得上他 若我悉心调教 待守得云开 黄时期未必不是良配 在黄时期尴尬的笑容中 我玩好发际 跨起波及 随他步行去集市 集市上人流如潮 磨尖皆肿 热闹非常 我上一次来这里 还是侯府家眷逛灯节庙会 奴婢如云 里三层外三层 围在我轿子外延 生怕一股风吹起漫障 让无聊以民 窥见我的容貌 可现在 那是黄时期的婆娘 周英 好容貌 不愧是京城第一美人 泽泽 他一个侯府娘子 也跟咱们一样 来集市卖货了 这就叫落难的凤凰 不如鸡呀 谁让他不守复道 红杏出墙了 侯爷就该休了他 无数只眼睛盯着我 讥笑嘲讽的目光 明明暗暗 似冷见一般射来 我手心冒汗 嗓子眼发干 姐姐别怕 教你一招 紧张的时候 你就想象 那个人没穿衣服 就穿了条裤衩 文言 我扑痴一笑 这个黄时期 脑子里都是些什么怪念头 黄时期帮我搭好凉棚 摆好吃时 一瘸一拐 去街尾乞讨 我孤零零地待在摊子上 深吸一口气 开始吆喝 卖糖雪球类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三文三文 你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吆喝是黄时期教我的 起初 那么多人盯着我 我还有些羞难 可喊了两嗓子 突然神清气爽 浑身力量 就像黄时期说的那样 如果想象面前的人 只穿了裤衩子 说起话来 我好像就没那么紧张了 当天上午 我卖光了所有糖雪球 赚了三十五文 少一文 是因为有个小孩 只有两文钱 他眼巴巴地瞅了半天 馋得直流口水 我勾手叫他过去 告诉他我要散摊子了 便宜一文卖它 散摊时 黄时期不知从哪 顺来一辆拉尸体的板车 让我坐着回家 从此 我在街头卖货 他在街尾乞讨 日日如是 有一天 我赚了足足一百文钱 欢欣雀跃 那日 天气特别好 成名的阳光 从繁茂的树叶间 露了一路 望着黄时期沟楼的背影 我突然觉得 它似乎比我印象中高了一点 我的糖雪球 畅销京城 百姓不再阴阳怪气地 换我侯府夫人 而是尊称我一生周姐姐 或是皇家娘子 我卖糖雪球 卖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树妹执掌 国公府后宅 成为满京中 最得意的贵女 毕竟 圣上无子 传位于晋王 十之八九 国公府与晋王宅之间 打通了一条暗道 传闻晋王夜不能昧时 会找国公爷喝茶 两府一荣俱荣 有了钱 我和黄石七离开破庙 与人合租了一间瓦房 日转星移 我慢慢学会了做饭 从食指不沾阳春水 到笨拙地洗菜切菜 到最后刨丝雕花 我的厨艺突飞猛进 炉火纯青 青出鱼篮 这个篮就是黄石七 他说 在他家乡 他是名中一时的厨子 做菜时 同时有好几万人观看 我不信 好几万人同时看 那后厨得有皇宫那么大呀 再说了 就算真有那么大 隔了百丈远 又如何看得清呢 我学会做饭后 便再也不让黄石七下厨 他好歹是个男人 岂能绕着灶台打转 消磨置气 说出去 让人家笑话 笑话啥 我可是个乞丐 难道乞讨比 做饭高贵 可我执意不准 我毕竟嫁了他 是他娘子 我不想让邻里说三道四 说我不贤惠 黄石七只能听从 可他不愿做甩手掌柜 经常我做着饭 他在旁边叫好 他说他是拉拉队 这刀法越发娴熟了 那日 我给黄石七包鱼汤 见我手起刀落 利利利索索地给寄云开堂破度 灶台上却不流一滴血 黄石七不禁称赞 姐姐 你不愧是我选中的娘子 春去东来 红艳西去 瓦房前的枇杷树凋零 落过满地 我捡了许多枇杷 熬制成药 替他敷脸 这些日子 黄石七风鱼了些 脸上的赖巴也淡了些 他清秀的五官愈发凸显 晚一个简单发际 竟有点书生模样 夫君选中的娘子 这话怎讲 难道那日在河边 你真的摸过我的脚 我将将片一片片塞进于腹 向他一笑 百姓言之凿凿 说夫君轻薄了妾 可妾绞尽脑汁 也想不起荡日情景 不免好奇 还望夫君赐教 这我哪记得 黄石七的眸光暗了一煞 想了想又说 对不起 是我让你饱受非议了 她的歉疚 异于言表 我赶紧安慰 夫君严重 这并非你之过 害妾的 另有他人 庶妹极恨我 就算不是黄石七 也会有李石七 黄石七 我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大雪江茶上 冬至步行船 我将热气腾腾地 于汤端上桌 岔开话题 过几日就封疆了 龙冬腊月 济于难得 夫君趁热喝 快 快封疆了 黄石七似乎想起什么 惊得打翻了汤碗 她一阵风跑进瓦房 看着墙上的实力 定在那里 默不作声 我瞧见 她在念巴那日 画了一个圈 鲜红的朱砂 触目惊心 姐姐 黄石七突然抱住我 我一愣 手颤了颤 碗里鱼汤 撒了些许出来 夫君 相处数月 我与黄石七 一直融洽和美 可这般肌肤之轻 却忽难得 我心神有些荡漾 像鱼打湖面 漂泊摇摆的荷叶 姐姐 对不起 可我 黄石七望着我 眼底无限哀愁 念巴那天 黄石七突然失踪了 我寻她不到 心神不定地出谈 刚邀喝两句 一辆乡车突然停下 在我头顶头下暗影 哟 侯府娘子真会叫唤 这嗓子如黄鹰出谷似的 很是娇嫩 先手挽起沙漫 陈妙学踩着婢女几背 款款下车 果然是贪生怕死之辈 被人折辱到这般田地 居然还有颜面狗活 不活着 难道去死 让亲者痛仇者快 我懒得与她争辩 抬眼望天 顺便抠而言 谁家的狗叫唤 好大声啊 这是黄石七教我的 她乞讨 免不了受人欺负 听见挖苦便抠耳朵 说这句话 你 陈妙学怒急返笑 在地上撒一把铜钱 狠狠踩上去 周霍娘 给我一两糖雪球 钳在地上 自己拿 我没捡 陈妙学那些伎俩 我再清楚不过 我曾亲眼瞧见 她将馒头丢地上 骗石荒的女孩 去捡 却趁女孩不备 骑马踩断女孩的胳膊 任凭她活活疼死 平民的切腹之痛 在她眼里 不过取乐 跟马戏杂耍一般 一条性命 不过搏她一笑 怎么 陈妙雪递着我 你还嫌脏 周英 别给脸不要 你当自己 还是侯府娘子吗 你现在是乞丐之妻 入了剑籍 论尊卑 还不如青楼娼妓 珠子发难 她身边婢女 不甘落下风 一把揪住我头发 将我摁进泥里 无耻淫妇 不肯用手剪 那便用嘴 泥土的腥臭涌入口腔 我双目血红 狼狈不堪 这时 一群家奴冲出来 将我拖到一条小巷 我挣扎着抬头 望向不远处的乡车 杀满之后 一抹身影若隐若现 用脚趾头想也知道 那人是谁 树妹的三句话用完了 从此坚口不言 但她国公夫人的身份 足够满经中 巴结她的贵女 争先恐后地 做她第二张嘴 周莹 你做梦 当壮汉们围上我时 我猜到树妹想做什么了 就算我被玷污清白 也绝不寻死 你我血出一副 同祖同宗 我名声臭了 你也休想好过 到时候 你国公夫人的位子 休想坐稳 我猜 树妹已经后悔了 当时 她急于羞辱我 当我沦为乞丐之期 却不想我的荒唐事 拖累了整个周家 几位堂妹 以家风不正为由 惨遭退婚 就连出嫁的树妹 也遭人嘲讽 说嫡女都毫无气节 黄论述出 国公爷爱重美色 看上了双居的将军儿媳 想娶她为妻 于是越发渲染我的就是 戳树妹伤疤 树妹搞着一出 不过想逼死我 保住她的位子罢了 周英 你脑子江湖了 这般荒唐的话 也说得出口 陈妙雪犹如一柄尖刀 立在树妹身侧 冷冷去着我 国公夫人想让你死 还须得你亲自了断吗 今日 你必死无疑 做成遭人监污的模样 不过掩人耳目罢了 她附身 在我耳畔吐气如蓝 让你遭奸淫致死 不是正好 成全了你淫妇的名声 可我不想死 黄世七对我很好 她乞讨回来 总要给我一些礼物 或是糕点 或是木簪 有时候 或许只是一朵 心彩的小花 可我很欢喜 这些细水长流的欢喜 比之中鸣鼎食 全是熏天 诸雨如山 更令我沉醉 放开我 我拼了命地挣扎 一名家丁 被我打落牙齿 狠狠瞪着我 满嘴是血 一个个都是废物 沉妙雪怒道 用些力 他死得越惨 你们的酬劳越高 在他怂恿下 这群野兽 疯了似的扑倒我 撕咬 揉令 我粗不一群被撕裂 木簪坠落尘土 难道我就这样死了吗 我死了 谁给黄十七包鱼汤呢 生死之际 我居然浮想连天 满脑子都是黄十七 一瘸一拐的身影 放开我娘子 这时 黄十七居然真的出现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 放开他 黄十七一脸凶煞 仿佛索命厉鬼 就连树妹也正了正 但她谋中诧异一闪而过 很快变成冰冷的机窍 臭乞丐 逞英雄前 想想你的小命 想用我的关口 被黄十七猝然打断 壮汉们不禁心浮气躁 想你的大头鬼 黄十七不由分说 踩着树枝飞了过来 他轻功极高 踩在树枝上 树枝竟分毫不动 一个壮汉看傻了 难难道 他这功夫 已入化境 可踏雪无痕啊 我也呆若木鸡 我夫君什么时候会轻功了 趁我愣神 黄十七已落在我身前 他一把搂住我 足坚一点 飞离树杖之远 周莹 放过我娘子 否则 你也别想好过 见他威胁树妹 陈妙雪赶紧回击 胆敢威胁国公府娘子 来人 给我拿下 可那群三脚猫功夫 岂能追上我夫君 黄十七带我回了瓦房 替我拢上火 缝补衣衫 见我一脸愧疚 他柔声安慰 姐姐 女子的贞洁 从来不在裸裙之下 脏的是那群坏人 不是你 见他一脸严肃 我笑了 这也是你家乡流传的真言 那倒不是 是我从前看过的一个画本子 觉得很有道理 篝火燃烧 在他眸中跳跃 我静默良久 终是问出了心头的疑惑 十七 你这身功夫哪学的 黄十七明明身负绝技 却从未显露 平时还总装瘸子 让我觉得奇怪 自带的 他苦笑 说吧 他捅了捅篝火 心有戚戚的岔开话题 姐姐 咱们得搬家了 黄十七说 这个家非搬不可 不然剧情就远不回去了 我虽不知剧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但我知道 他对黄十七很重要 夫君 我跟你走 我握住他的手 弓顺的垂头 海角天涯 人间地狱 夫君在哪儿 哪儿就是妾的家 我们得罪了树妹 未来的路 必定难走 可跟着黄十七 再难再苦 我亦甘之如疑 黄十七搬离京城 去深山老林 盖了一间草屋 他在草屋前 耕了一亩水田 养了一只母鸡 我们过上了 缺一少时的日子 冬玉发深了 山里降雪 冷得人浑身发颤 夜里 黄十七和我 挤在一张薄被下 互相取暖 肌肤相亲 我慢慢摸向他胸膛 替他解开衣衫 姐姐 天色晚了 黑暗中 他截住我的手 不动声色的婉拒 睡吧 他的手很冷 冷得陌生 我赶紧缩回去 再不轻举妄动 其实我知道 黄十七心犹所属 我曾看见 他握着一根枯枝 在沙壁上画画 画的是个妙龄少女 鹅蛋脸庞 凤眼微挑 秀美无双 每每画完 他就脱塞接探 呆愣愣地盯着墙上实力 他在等他 可惜两人的重逢 总是遥遥无期 黄十七快活的神色 越发少了 他开始长虚短叹 愁眉苦脸 这是我最不想见到的 索性冬去春来 当迎春花抽出 清嫩的心芽 少女千呼万唤使出来 再次出现在 黄十七的生命里 那天我去打枣子 头顶树叶稀疏乱晃 一个姑娘掉了下来 她捧头乱发 怀里还抱着一个鸟巢 瞠目结舌地看向我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 你是周英 我点头 周英正是切身见名 闻言 姑娘秀眉促起 突然好大火气 我就知道 这个黄十七 不堪大任 走 带我去见那个废物 我带姑娘回了草庐 适逢黄十七摸鱼回家 俯一见面 他激动得鱼篓子 都扔了 总裁 我总算等到你了 不愧是一中人 他扑到姑娘身上 摸手摸脚 嘘寒问暖 一别之后 总裁可好 姑娘桀骜不驯 离我远点 一身鱼腥味 臭死了 被奚落一番 黄十七毫不生气 一个劲陪着笑脸 我不作声 轻轻捡起鱼篓子 篓子里有一条鲫鱼 甩着尾巴直蹦哒 见了我一连水 我提起鲫鱼 眼上门 走向后院 还是做鲫鱼汤吧 望着枝头春色 我定定地想 夫君最爱这一口了 姑娘名唤黄梨 京城人士 破瓜年华 她与黄十七四十就交 但如何相识 我不清楚 也没多问 当晚 黄梨在草炉柱下 她睡在另一张床上 与我俩的床榻 只隔了一层 透光的帘子 我烧了热水 请她沐浴 瞧着黄梨羞懒的模样 我放下身段 和颜月色 妹妹 你也见着了 家里穷 我和夫君两人 在勤勉辛劳 到了年夏 也处不够一斤米 但好在 我的性子 绝不是不能容人的 妹妹你承蒙不弃 大可先住下来 待日后 夫君发迹了 在那采下聘 如何 黄十七爱慕黄梨 我心里明镜一般 纵然装糊涂 又能装多久 还不如打开天窗 说亮话 更何况 我这番说辞 存了心思 无名无分 黄梨能陪夫君多久 一个月 三个月 有情银水宝 可今年累月 又有几个王宝串 终有他熬不住的一日 果然 黄梨脸色 刷得沉下来 阴得仿佛能滴水 我以为黄十七要失望了 可不想 他居然捧腹大笑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姐姐 你误会了 哈哈哈哈 我跟他不是那种关系 不是青梅竹马 狼情惬意吗 我松了一口气 胸衣间的快泪 尽数消除 不是 那太好了 正如黄十七所言 分享自己爱的人 是世间最残忍的酷刑 黄黎住进来后 黄十七沉寂的那口气 总算活过来了 两人时常怯怯思语 说些奇怪方言 黄十七尊称黄黎为总裁 这似乎是一种名号 我蠢夺着 总裁跟总兵的意思应当差不多 都手握权柄 都手握权柄 万人之上 两人还谈及朝堂 令我惊异的是 黄十七熟知朝中密新 竟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有些连侯爷也只是封闻 黄十七却能说出事情曲折 头头是道 夜深人静 烛火如豆 我假装睡下了 却听见黄黎提起我 周英不是死了吗 他现在活着 会不会影响走剧情啊 又是走剧情 他们怎么都这般 纠结于剧情啊 我醋眉 懒懒地想 伴赏 黄十七涅如 应该不会的 别瞎想了 能不想吗 这要是影响了登基大典 咱俩可就回不去了 黄黎声调拔高了 想想你父母 可我是孤儿啊 车 房 男友 没车 没房 没男人 底薪三千 房租八百 两人讨论一宿 黄十七终究舍不得我死 带他进京城吧 黄十七态度坚决 登基大典 有他一份 我们重回京城 但没回瓦房 直接搬入太傅府 太傅见着黄十七 激动得老泪纵横 臣拜见 不可 黄黎截住太傅 巧声道 爹爹 眼下还不是时候 休要如此 我这才知道 黄黎来头不小 她是太傅 养在道观的女儿 金枝玉叶 我羞愧难当 仗红了脸 堂堂太傅之女 我居然提议她作妾 难怪黄十七 笑成那个样子 入住太傅府那日 黄十七兴奋到了极点 接风宴上 她和黄黎两人公仇交错 匕首画拳 喝得大醉 散席后 我扶着黄十七回房 她手舞足蹈 跟我嚷嚷了一整路 姐姐 我可太开心了 剧情圆回来了 我可以回家了 我的小公寓 我的小电驴 迎接妈妈吧 发了一阵子疯 黄十七突然搂住我 我身子一颤 热血从脚底升起 一直热上了耳垂 姐姐 黄十七搂着我 在我耳垂呢喃酒气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那夜 我知道了很多事 我生活的世界 是一款叫做宫廷养成计划的手游 树妹毫无来由的严陵之术 黄十七突然爆发的轻功绝迹 都是游戏设定 黄十七是这款游戏的创造者 而我 只是他灵光乍现 信手拈来的角色 我是个女孩子 今年二十八 牡丹 这款游戏 就是我写的 都怪那个龟毛总裁 一句台词改来改去 改了八百遍 这下好了吧 穿越了 黄十七醉得脸颊驼红 我赶紧进了帕子 替他擦拭 蒙蒙隆隆中 他握住我的手 眼睛亮亮地盯着我 姐姐 早知道会认识你 写小说的时候 我就给你安排一个美满人生了 对不起啊 你这些年的辛苦 都是拜我所赐 我不吭声 替黄十七退去鞋袜 扶他上床 在他昏睡过去的当口 我摸了摸他头发 微微一笑 夫君 你不懂 我的人生 就是因为遇见了你 才美满的呀 我俯下身 在他滚烫的额前 轻轻一吻 黄十七绝的痒 抬手扑腾 嘴里还不住念叨 孩儿们 还不速速恭迎美猴王 重回花果山 我微笑 替他掖了掖被子 走出卧房 天上残月如沟 清灰满地 我控制不住地笑 笑着笑着 突然泪流满面 晋王起兵 猝不及防 昨日还结满花灯的京城 一夜之间戒严了 微臣手握十万精兵 夜已将精师团团围住 一只苍蝇都休想飞进来 晋王再张狂 也是秋后的乍猛 蹦得不了几天了 听闻 晋王宫变 低死了当今圣上 文官以太傅为首 武将以随将军 为首的正义之师 将进攻秦贼 这个结局是黄十七早就遇见的 所以他准备齐全 临危不乱 好 黄黎大喜过望 那我们现在就进攻 清理叛贼 到时候 拥护嫡孙为新军 咱们就是新朝的公骨之臣了 说着 他欢喜地拍了拍黄十七肩膀 我这才知道 黄十七的真实身份 前太子遗孤 当今圣上嫡亲的弟孙 难怪他熟知朝堂秘辛 更难怪他出遇我时 就信誓旦旦地说 他终有一日将飞黄腾达 我没有预想的欢喜 只是觉得 庶妹的严陵之术 果然厉害 不孕不遇 子孙满堂原来是预兆着 我周英四海朝拜 努夷万民 黄十七进攻秦王了 我苦守在太父府内 寸步不离 外面兵荒马乱 血流飘鲁 战事变化多端 每天都有不同的战况 今天是隋将军占了上风 我方必胜无疑 明天是不料晋王还留有后手 胜负难定 再后来 小厮回来说 宫内昏天黑地 血流成海 压根分不清敌友 万事只待天命 整整一个月 我夜不能寐 坐立难安 太父的姬妾逃了大半 府内都快被搬空了 还不时有贼匪趁机骚扰 抢人抢粮 放火烧府 第三十三天 巷口突然传来马蹄声 我们以为是贼匪 吓得四处躲避 或藏水缸 或藏地窖 直到一位红衣太监 在狗洞处寻到了我 他将我拉出来 宣读圣旨 我如坠梦中 见他嘴唇吸动 却根本听不见声音 隔了半晌 我才见婢女乌泱泱跪了一地 齐声唤我皇后娘娘 我这才发觉自己哭了 皇室七圣了 我是皇后了 听红衣太监说 晋王兵败 自闻已谢天下 他的党羽一败涂地 被押送入宫 等待处置 我随红衣太监走在宫道上 到处都是死尸 粘稠地写凝合在青石板上 红得发黑 我不敢看血字 我怕其中也有皇时期的 大小姐 求您救救我们小姐 一个女人戴着脚铐 正脱开侍卫 封了四项我跑来 她拽着我裤腿 嚎哭 小姐在有错 她也是您妹妹 你们血浓于水啊 我愣了好久 才认出她是刘云 而她身后 蓬头垢面的女人 正是我树妹周莹 她害我的时候 并未想过 我是她姐姐 看着树妹 我仿佛做了一场梦 扯断裙脚 便要转身 不料树妹死死攥住我脚踝 周莹 你以为自己很厉害吗 告诉你 我可通炎灵之术 我要你三更死 你就活不到五更 苍天 让周莹浑身浓疮 溃烂而亡 手足禁断 七孔流血 树妹疯了 她睁大眼 喋喋不休地咒骂我 我望着她 淡淡道 我夫君告诉我 炎灵之术 一辈子只可说三句话 一旦违背 必遭反噬 树妹诧异地低下头 看自己细嫩的皮肤 瞬间长满浓疮 速度之快 诡异无比 啊 树妹惊恐大叫 像见鬼似的 国公爷愤懑地盯着她 扇她耳光 见人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她的狗腿子 陈妙雪 则早就吓傻了 痴痴呆呆 尿了自己一身 皇后娘娘 您看这 如何处置啊 红衣太监 委婉地问我 毕竟 她是我树妹 如她所言 血浓于水 自作孽 不可活 说完这话 我转身就走 再没回头 后来听说 树妹狗活了一个月 死时真的蹊跷流血 我留了她一个全尸 由周氏族人 拉回家练葬 我入主中宫那天 侯爷进宫见我 他跪地上 求我看在当年夫妻情分上 饶他一命 侯爷也是进王党 黄世七收拾他 早晚的事 我一笑置之 意思是 无能为力 周英 一夜夫妻百日恩 你就这般绝情 我笑笑 一夜夫妻百日恩 是侯爷自己的说法 我夫君教我的 可是杀福正道 侯爷死在回府路上 心计而亡 百姓都说 他是吓死的 登基大典那天 黄世七回去了 我是第一个发现的 上朝时 他握着我的手 姐姐 你在宫里好好的 回来 我喝你做的鱼汤 我笑着答应 下朝后 我亲自替他除去冠冕 端来熬煮了许久的鱼汤 可黄世七摇了摇手 说皇后 真不想吃这个 那是他第一次叫我皇后 而非姐姐 那时候我就知道 黄世七走了 那个爱叫我姐姐的少年狼走了 他回到了属于他的世界 我抬起戴了护甲的仙仙玉手 抹了一把泪 退下 公道深深 桃花寂寂 我是万人之上的皇后 只可惜这结局 也没那么大快人心 故事二 我是西巷上 一户卖豆腐人家的女儿 平生做过最大的梦 不过是那些状元狼 探花狼 从街上打马而过时 能和我打个对眼 我娘总盘算着 将我嫁给隔壁张图护家的儿子 张图护家有钱 他儿子生得榜大腰圆 是干活的一把好手 我若是嫁过去 一来不怕吃不上肉 二来做个正经老板娘 总比做个豆腐西施 要好得多 可我不喜欢嫁给张图护的儿子 因为我是个胆小的 不管他是猪血还是鸡血 总之瞧见血就害怕 大街东头 有个秀才 不管风吹下雨 每日都要穿过长长的街 来到我家买豆腐 我觉得他可能是对我有点意思 每次这样跟娘说 我娘都要脆上一口 什么对你有意思 老娘看她就是个穷酸样 买不起庞的 只好日日都吃豆腐 那咱家做豆腐卖 不也是天天吃豆腐 难道咱家也穷酸 娘朝我头上狠狠敲了一下 肉好吃 还是豆腐好吃 自然是豆腐 娘又在我屁股上使劲掐了一把 你傻呀你 即便如此 我还是很期待秀才来买豆腐 豆腐两文钱一块 我只收他一文 还送半碗豆浆 剩下一文 我请他教我写字 秀才教的第一个字 是我 我被这个字吓昏了头 可是秀才说 我字都学不会 还怎么学做人呢 行吧 他说的有道理 就这样 我当天点着油灯写到三更 才勉勉强强写出 能拿出手的我 秀才教我的第二个字 是人 我高兴坏了 人字一撇一纳 竟然这样简单 秀才又说了 做人简单 难的是做我 好吧 他是秀才 他说什么都对 秀才日日都来 只在初一十五不来 我问他 初一十五干嘛去了 他不说 总之 秀才要是考上状元 探花就好了 以后他打马而过 就不会 只是跟我打个对眼 这么简单 我家甚至能打个 招牌状元豆腐店 也说不清是哪一日 反正不是初一十五 秀才没有来 我等了他很久 守在铺子里 一直等到宵禁 娘说 他许是记错了日子 第二天 秀才还是没有来 一个人再怎么记错日子 也不可能记错两天 第三天 我用芭蕉叶包上三块豆腐 连半碗豆浆 穿过长长的街 到东头去 找到秀才家 秀才家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隔壁的 说他已经死了 我愣了愣 怎么会死了 隔壁说 他是为了春风楼的如意姑娘 跟人家公子哥打架 被打死了 春风楼的如意姑娘 是花魁 只在初一十五挂牌揭客 我听了 眼泪直往心里流 原来老娘说得对 秀才日日都来买豆腐 真不是对我有意思 他就是穷酸 不仅穷酸 他还是个傻子 秀才瘦得像根马杆 可不是被人一打就打死了吗 我把眼泪狠狠一抹 又跑到春风楼去 伙计瞧了我直到稀奇 说道 你一个不晓得哪里来的野丫头 竟然也学公子哥 点名要见花魁 如意姑娘正在里头接客 愿不愿意见你还另说 你且等着吧 我从天明等到天黑 脚都站妈了 才等到如意姑娘 她长得真好看呢 穿一身藕粉色衣裳 并边扎朵素白眷花 苏兄半眼 动起来的时候 一股蓝香直往人鼻子里钻 我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粗布衫 如意长成这样 难怪秀才喜欢 想起秀才 我又觉得难过 吸一吸鼻子 我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 说道 我是为秀才来的 秀才生前 喜欢吃我家的豆腐 但她更喜欢你 这些东西 本来是要送给秀才的 秀才死了没人要 连带半碗豆浆 一起送给你吧 你且替她尝一尝 你要是喜欢 秀才全下有之 想必也会很高兴 如意那双玉手染着 胭脂色扣单 腕上坠着翡翠绿灼子 骤然被塞上一捧豆腐 脸上的表情五味杂沉 她张了张嘴 我心里难过 赶在她说话前 跑了 在春风楼耽误这么半天 想在宵尽前回西夏 只有走小路 小路僻静无人 我借着月光一路小跑 碰巧撞见月光下 一群黑衣人拿刀 围着一个白衣服戴面具的人 白衣服的显然十分厉害 黑衣服的一拥而上 也没讨到便宜 他们打得死去活来 我躲在墙角后面 晕了又晕 一个黑衣人 被白衣服一脚踹飞出来 刚好飞到我脚边 从他身子下面流出血来 血水蜿蜒成一条小溪 流到我脚下 打湿了我的布鞋 我忍了又忍 没忍过去 眼一闭 昏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被人掐醒 只见打斗已经结束 黑衣人躺了一地 那个白衣服戴面具的 被血染成了红衣服 正用剑撑着地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带我离开 他说 我看着他那身血淋淋的白衣 又想晕 一把剑横到了我的脖子上 你想再还想晕吗 我用指甲狠狠掐了大腿一把 不晕了 我提着三块白豆腐出门找秀才 到了晚上 领回家一个穿白衣服 血淋淋的男人 阿娘打开门 只瞧了一眼 便想要尖叫 可是我已经忍身边 这个血淋淋的人忍了半宿 骤然见到阿娘 率先忍不住 抢先一步晕在了阿娘怀里 在醒来的时候 已是天色大亮 铺子没开张 阿娘在院子里抛豆子 西乡房里 躺着那个白衣服的人 哦 不是白衣服了 他换了一身阿爹的粗布肠 只是仍然戴着银面具 我跑去院子里 问阿娘怎么回事 昨天你婚过去以后 那个人跟娘一起 把你搬到床上 你说说 你还没嫁人 他一个陌生男人 怎么能 可惜我完全抓错了重点 他说什么了 他叫什么名字 他有没有用剑威胁你 阿娘翻了老大一个白眼 没有 他的事 咱娘俩知道的越少越好 你去看看他醒了没 醒了 让他快走 我又跑到西乡房去 白衣裳暂且先这么叫他 把头底下枕着他那把剑 睡得正香 我瞧了一会儿 觉得没意思 从床底下翻出一本书来开始念 秀才教我的字不多 遇着不认识的字 就用圈来代替 学而圈席之 不亦圈呼 有圈自圈方来 不亦乐呼 如此念了半课中 床上的人叹了一口气 终于忍不住道 你拿过来 我教你念 我把书往桌上一扣 欣喜道 白衣上 你醒了 你这样念书 想不被吵醒 很难 事实上 白衣上根本走不了 他伤得不轻 若不是这样 他也不会要我掺着 才能快速离开那条小路 问题是 他不走 我和娘住四方小院 怎么能藏下一个大活人 况且 还是个男人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白衣上把他的剑又拔了出来 表示他虽然伤得很严重 但取个把条人命 还是易如反掌 阿娘和我没话说了 只想着把这尊大佛赶紧治好 快快送走 金疮药吗 哪家哪户都背着点 缺的是止血药 说话间 白衣上后背的伤 又渗出血来 眼看我又要晕 阿娘一巴掌拍在我脑门上 你去本草堂 找崔大夫要点止血的 我捂着头道 好端端的 我怎么要止血药吗 笨 就说你月室二十天了 还不干净 此话一出 空气骤然安静 两久 白衣上咳了一声 我回过神来 脸上窜得通红 一跺脚跑了 白衣上说 他叫赵四水 我觉得这大概是个假名 毕竟 你不能指望一个戴面具的人 给你说他的真名吧 不管怎样 白衣上总算有名有姓了 赵四水就这样在我家住下来 他的伤比他表面上看起来要严重得多 大多数时候他都在睡觉 我端个小板凳 坐在他旁边圈圈附圈圈的念书 等他实在听不下去了 就扶着额头坐起来 再教我一两个字 很快我们发现一个新问题 赵四水这个柱 是白吃白柱 我娘不干了 我们孤儿寡母两个弱女子 凭什么养你一个老爷们 你穿戴这么好 给个玉佩搬纸什么的 我们出去换点钱 再给你养伤 赵四水说 他身上这些东西都大有来头 随便一样拿出去 东西上午到的典当行 下午他的仇家 就能杀到我们小院 不仅如此 赵四水还强烈要求 让我们把他的那身血衣烧掉 再把他身上那些个玉佩搬纸 埋在院子里的树根下 这下相当于是躺在金山上要饭了 娘在院子里推石磨磨豆子的时候 时常用一种杀人般的凶狠目光 盯着那树根 几乎要用目光将树根凿穿 阿娘心情不好 连带我 干什么都要被骂 把豆腐弄碎了一小块要被骂 吃饭多吃了一口米要被骂 简直连呼吸都是错了 我琢磨着 伤筋动骨一百天 要是赵四水在我家住一百天 我岂不是要连着被娘骂一百天 这也太可怕了 天天喝豆浆不行 还是给她弄点骨头汤吧 好快点 让她赶紧走 于是我把自己多年私藏下来的铜板 尽数翻出来 开始每天去张图护家 给赵四水买骨头 我趴在床边 看赵四水喝骨头汤 她每咽一口 我就在心里记上一笔 一个铜板 一个铜板 两个铜板 三个铜板 大概是我的目光太过灼灼 赵四水喝了几口喝不下去了 她把碗挪开一些 小心翼翼问道 要不 你也喝点 我蒙点头 于是凑过去一起喝 喝了几口 我也喝不下去了 抬起头问赵四水 你说咱俩在这里喝骨头汤 娘在院子里喝豆浆 是不是不太好 赵四水服额 于是奇观出现了 我和娘两个弱女子 养个脱油瓶 日子反而越过越敞亮 家里天天都喝骨头汤 半个月过去 我摸着肚子上 新贴的二两肥镖 若有所思 娘说得果然不错 肉就是比豆腐好吃 天天喝骨头汤 也带来一些新问题 之前秀才天天来我家 铺子上买豆腐 我误以为秀才对我有意思 现在换我天天去张图护家买肉 她儿子张大牛 该以为我对她有意思了 今日去买铜骨 大牛哥多给了我两条骨髓 我端着碗 食不知味 最后把碗放下 十分忧虑地朝赵四水说 我可能要嫁人了 赵四水加豆腐的手艺抖 一块豆腐掉在桌子上 我瞧了心疼 伸出筷子去 捡起来吃掉了 你要嫁给谁 嫁给大牛哥 大牛哥又是哪位 于是我开始从头给赵四水讲 我讲张图护 讲秀才 讲春风楼的如意 讲我情窦初开 又促然死去的爱情 阿娘面前我没好意思哭 当着赵四水的面 我十分没出息地哭了 我趴在桌子上抽烟 几乎要哭晕过去 乌你说 如意真就那么好看吗 是不是男人都喜欢那款的 情到农时 我忘记了赵四水 还有一把会杀人的剑 浑然把它当成了秀才 我十分大胆抓着他的领子 把自己凑到他眼睛前面去 哭到你好好看看 我哪里不如如意了 你就是不识货 哭到最后 我想起如意穿的藕粉色纱裙 再看看自己的粗布衣 又提着赵四水耳朵骂 都怪你 你把我吃穷了 你陪我藕粉色纱裙 隔天我买铜骨回来 赵四水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人却不在家 娘说一大早就不见人 大概是走了 我心下大喜 吃干饭的终于走了 我把赵四水用过的被子 拿去井边洗 一边洗 又觉得惆怅 赵四水花了我那么多铜板 怎么能不告而别 小梅良心的 我回院子里 梅姿梅未念了一会书 有几个字不认识 好气 要是赵四水在就好了 她走了 以后我去哪里问子 早知道就不该救她 我一边骂 一边去院子里推石磨 娘在屋里大声骂 有病啊 大晚上推磨 让不让人睡觉 我朝石磨狠狠一踹 踹得我脚疼 有病 就是有病 都怪赵四水 我看她才是有病 这样骂着 院门嘎吱一响 一个瘦长人影走进来 正是赵四水 她手上提着个包裹 我欢呼一声 抱着脚单腿跳过去 你回来了 傅佑插着腰骂道 你还知道回来 赵四水道 不回来 怕你骂我有病 可不是 就是有病 我在心里 又骂了她一阵 平复下心情 问 你去哪了 我去春风楼 瞧如意了 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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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气鼓鼓 就要抱着腿往回跳 赵四水 却朗声笑起来 她扭着我的双臂 将我转回去 又把手里的包裹塞过来 顺手在我头上揉了一把 我去瞧如意了 秀才眼瞎 按照我看 如意还没有你一半好看 诺 你要的藕粉色纱裙 给你买回来了 我呆呆抱着怀里的包裹 只觉耳边轰然一响 那是我的心跳 喜欢的样子 有千八百种 从前我喜欢秀才 巴布的她天天来买豆腐 现在赵四水天天住在我们家 我又希望她不要总是 出现在我面前 原因很简单 赵四水这样的人 我把不住 她会用剑 她会杀人 她的一块玉佩 或许能买下一条街 更重要的是 我连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我在心里面骂自己 林晓晓 你真是没出息 一条藕粉色纱裙 就把你给收买了 我们家吃饭 两条长凳 阿娘长得胖 她自己做一条 我和赵四水做一条 从前不觉得有什么 现在坐在赵四水旁边 总感觉是她是捆柴火 碰不得 一碰就烫人 我端着碗凑到娘那边 娘擦着汗 不耐烦碾到 去去去 别挨着我 那 那我去哪 我偷瞄一眼照四水 端着我的小饭碗 不情不愿坐到门槛上吃饭 娘用筷子敲敲碗 林晓晓 你干什么跑那么远 我磨磨蹭蹭走到赵四水旁边坐下 隔她老远 半个屁股都悬在外边 赵四水什么也没说 她不动声色吃完一碗饭 又不动声色站起来盛汤 她一声 留下我原地摔个大马哈 赵四水你 你故意的 赵四水弯腰一把拉起我 语气里的关切满满当当 怎么如此不小心 哎 我都没注意到你竟然坐得那么远 你瞧瞧 都是我的错 你快坐过来些 如果不是她嘴角掀起个压不下去的弧度 我就信她是真关心我了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讨厌的人呢 恨她 我打开书 圈圈圈圈圈圈 赵四水坐在旁边悠哉悠哉地喝茶 浑身上下写满了我在这里 快来问我 谁要问她 我恶狠狠弯她一眼 和尚书 跑到院子里绿豆渣去了 家里面到处都是赵四水 西乡房里是她 造房里是她 院子里还是她 只有铺子里没有她 我只好每天从早到晚都待在铺子里面 我卖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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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天到晚都在卖豆腐 啊 我真是讨厌死赵四水了 一碗骨头汤 重重料到桌子上 掀起波浪 洒出来半碗 赵四水疑惑地抬头看我 看什么看 爱吃不吃 我是哪里惹到你了吗 你说呢 呸 王大娘家要嫁女儿 邀请我娘去吃酒 王大娘跟我娘自小相识 又是前后脚架的人 两个人比了半辈子 虽然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比的 但是 只要是跟王大娘有关的事 我娘总是如同喝了鸡血一般的有劲 就比如线下 我娘看我 就觉得眼睛不是眼睛嘴 不是嘴 人家王春花都要嫁姑娘了 你看看你 听说他家姑爷在衙门里当差 你一天到晚路过衙门多少次 怎么没有给我领回来个当差的姑爷 我不是 我没有 我一天到晚都在家里面卖豆腐 你穿的这是什么 一点女人样没有 你去吃酒 就不能打扮打扮给娘正正脸面 我又不是新娘子 只是去吃个酒 为什么要打扮 况且 我扎个裤脚 还不是为了方便推磨 正这般想着 就听见娘说 你不是新买了条裙子吗 你就穿那个去 哼 我逃东眉生的姑娘 就是比王春花生的好看 不是我买的是赵 我刚开了个头 就被娘从后面推了一把 赶紧去给我换衣裳 藕粉色纱裙 果然好看 但因为是赵四水买的 我穿在身上 哪哪都不得进 老娘才不管 我得不得进 酒席上 一群大省围着我 叽叽喳喳叽叽 老娘高谈阔论 左肝一杯 右静一杯 快活地像个老宝 太阳从西边落下去 我掺着喝高了的老娘 提着吃剩打包的一条鱼 伸一脚浅一脚往家走 小小 我转回去 是张大牛 大牛哥挠挠头 眼睛直往我身上描 嘿嘿 是你和陶婶啊 我远远看着 都没感人 小小 你今天打扮得真好看 看见张大牛 老娘立马不醉了 找了个借口 把我推给她 一溜烟走了 大牛哥 嘿嘿两声 搓搓手 我也嘿嘿两声 搓搓手 小小 你今天真好看 我知道 你已经说过一遍了 大牛哥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 紧紧拽着我那半条鱼 黑黑来黑黑去 就是不说走 要不进去喝口水 好啊 大牛哥答得飞快 眼看院门就要被他推开 我突然想起 坏了 家里还藏着个赵似水呢 我一下子窜上前去 堵在门口 我家烧水的锅坏了 今天实在是不凑巧 改天 改天哈哈 我亲自送两壶开水到你家去 哈哈 哈哈哈哈 好容易打发走张大牛 我长舒一口气 反手推开门 只见月光下 一个漆黑的影子 静静站在门背后 唯有一脚银面具 揭示着他的身份 吓死我了 赵似水 你有病吗 站门口不出声 我白了他一眼 就要回去睡觉 赵似水却突然反手 把我按在墙上 你躲我 还穿我送你的衣裳 出去和张大牛逛街 我没见过赵似水生气 但我觉得他现在有点生气 虽然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生气 这条裙子是他买给我的不假 既然送给我 可不就是让我拿来穿的吗 况且 今天出门前 他也看到我穿这件衣裳了 再说了 我是穿出去吃酒 娘叫我穿 我才穿的 赵似水按着我的手紧了紧 整个人几乎贴在我身上了 他沉声道 你说话 我十分艰难地把那条鱼提起来 凑到赵似水眼睛面前 讨好的笑笑 那什么 你吃鱼吗 我特意给你带回来的 一条鱼 剩下半截鱼骨头 怎么看 也和特意带回来不沾边 赵似水不理我了 我也不想理他 吃饭 一条板凳 边上挂着两个人 左边那个是赵似水 右边那个是我 活像一条扁的 娘问 今天怎么没有骨头汤 你没去买肉吗 赵似水在旁边阴阳怪气 喝什么骨头汤 喝两壶开水就好了 我点点头 对 娘 你帮我烧上两壶水 我待会儿送去大牛哥家 赵似水猛地站起来乘饭 我猛地摔在地上 不疼 就是想哭 赵似水蹲下来想拉我 我拍开他的手 忍着眼泪同娘道 我家这条扁担不好 娘忙着烧水 头也没回到 咱家哪里有扁担 为了不同赵似水这个讨厌鬼碰面 晚上娘来叫我吃饭 我说不吃 只在铺子里灌了自己两碗凉水 半夜我从梦中饿醒 摸一摸饿扁的肚子 大骂一句赵似水混蛋 任命地起床去造房 找找有没有剩菜 月亮偷藏在乌云背后 院子里伸手不见五指 唯有一星灯火让人心安 问一星灯火 那是赵似水的屋子 大半夜不睡觉 做什么 我捏手捏脚摸过去 躲在墙根下 偷偷扒着赵似水的门缝 赵似水背对我站着 一个黑衣人跪在地上 正同赵似水说着什么 主子交代的事情 属下都已经半妥是谁 黑衣人耳间一动 足尖点地 瞬间如魅影般略出 我什么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人掐住了脖子 摁倒在地上 我紧紧抓着掐在我脖子上的那只手 艰难地望向赵似水 放开它 赵似水喝道 掐在我脖子上的那股力道消失了 我无力跌落下去 被赵似水一把接住 那个黑衣人消失得干干净净 如同他从未出现过一般 我窝在赵似水怀里猛烈地咳嗽起来 委屈 后怕 震惊 数种情绪一起涌上心头 赵似水低头问 吓到了吗 我点点头 他用下巴蹭蹭我的发间 不怕 没事了 我刚觉得赵似水是个好人 就见他把我放在床上 然后一掀衣袍 拍拍屁股走了 我呆呆地坐在床上 只觉得难以置信 走了 赵似水就这么走了 他的人刚刚差点杀掉我 脖子上的痛还没有消掉 我看着空荡荡的房门 眨巴两下眼睛 十分不争气地哭了 王八蛋赵似水 白眼狼赵似水 狗才喜欢你 喜欢狗都不喜欢你 我抱着枕头 哭得正起劲 呼听的一个声音 在我头顶上响起 你哭什么 赵似水掰过我的头 把那些眼泪鼻涕 用袖子擦干净 你这种了 我刚刚去给你煮了个鸡蛋 热鸡蛋滚到脖子上 烫得我一机灵 我说烫 他说 嗯 我说 你王八蛋 他说 嗯 我说 你滚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赵似水说 这个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你 你个王八蛋 第一次见面 你就用剑威胁我 你还故意让我摔跤 你不让我吃饭 你甚至甚至还想杀我 因为我舍不得你 还有 我没有让你不吃饭 我十分震惊地望着赵似水 连哭都忘记了 赵似水仍旧滚着鸡蛋 神情冷静 如同刚刚在讨论 明日买什么菜一般平常 肚子咕噜一声 打破了这寂静 赵似水玩耳 然后把鸡蛋在床檐轻轻一颗 开始给我包鸡蛋 你最近 有不认识的字吗 拿来看看 哦 于是赵似水一边教我认字 一边往我嘴里送鸡蛋 鸡蛋很噎 抽气着吃 更噎 我说 赵似水 你去给我倒点水 他说 开水吗 几壶 我大骂 你没完了是吧 赵似水大笑 顺手又在我头上揉了一把 他说 林小小 能遇见你真好 因为一句林小小 能遇见你真好 我轻而易举地原谅了赵似水 日子重归平淡 我们仍旧一起喝骨头汤 一起坐一条板凳吃饭 可我知道赵似水大概要走了 他的伤在肉眼可见的变好 我帮他换药 接下纱布 后背已经长出粉色的心肉 有一天晚上 吃完晚饭 赵似水把嘴一抹 放下碗 说道 我要走了 没有预兆 又好像早已经做好准备 我问 什么时候 明天一早 赵似水站起来 十分有礼地向我娘行了一礼道 桃审 院子里埋的那枚玉佩作为信物 每个月可在会通钱庄 换五十两银子 叨扰树日 在下不胜感激 五十两银子 我和娘一年都用不完 而赵似水说的是 每个月五十两 我救了赵似水一条命 换来一辈子荣华富贵 赵似水白吃白住时 娘总是对着老树根破口大骂 现在颇天的富贵砸下来 她却不为所动 老娘把我拉到旁边 对赵似水说 我只要我和小小平安 赵似水点点头 这是自然 我和赵似水并排走出造访 落日最后一点 鱼灰映在天际 隔壁养的公鸡 不合时宜地开始打鸣 屋子外面有孩童嬉戏 四婶再叫她家虎头回去吃饭 这是西巷 我从出生就没有离开过的地方 赵似水忽然侧目 跟我走吗 我出神地望着天际 一群麻雀落在屋檐上 在着屋檐上的青苔吃 良久 我反问赵似水 你留下来吗 赵似水没说话 过会儿 轻轻拍拍我的脑袋 我想这约莫就叫做相望于江湖吧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索性爬起来 搬了把椅子到院子里去耐凉 天上的星星真多呀 一颗两颗 三四五六七八颗 就像赵似水 住在我家一天两天 三四五六七八天 哦 不对 她马上要走了 蒲扇盖在脸上 我闭上眼睛 在心里闷闷 又想了一遍赵似水 要走了 有病 真是有病 我大骂出声 嗯 我有病 睁开眼睛 赵似水半蹲在我面前 她没戴面具 我猝不及防 看见她的真容 长眉微挑 压结下坠着一粒小枝 眸中寒色佼佼 许是面具戴久了 她比旁人白上许多 容在夜色里 犹如云间月 月中仙 但因她此时是笑着的 眉眼间的冷窍 便被冲淡许多 仿佛月中仙生了情根 又被拉回陆地 比如一好看千倍 过了许久 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赵似水 你真该去春风楼挂牌 行啊 初一十五 你来看我吗 她漫不经心答着 搬了把椅子到我旁边坐下 想什么呢 半夜不睡觉 我白她一眼 你不也没睡 小小 秀才被人打死了 你想给她伸冤吗 我惊讶地望向赵似水 我原以为她 是来同我道别的 自然是想的 我自嘲地笑笑 可打死她的是 世家公子 赵似水道 一律 杀人偿命 这是交给我来做 人命如草芥 世家大族 以仗权势 速来在京中横行霸道 公子哥 是我们这样的平头百姓 无论如何 也开罪不起的存在 在赵似水那里 替秀才伸冤 却只是轻描淡写一句话 我忽然意识到 坐在我身边的这个人 已经不是同我一起 强骨头汤喝的赵似水了 他是月下 握件杀人的白衣裳 我问道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他忽然来了兴致 折下一节树枝 从背后圈起我的手 就在沙地上开始浇 赵似水教我写过很多字 大部分时候 他半译在床榻上 我端个小板凳坐在他旁边 学得不好时 他就用书敲我的头 线下月色清澈 照得沙地银亮如水 赵似水与我贴得极近 我听见他的声音 如同月光佼佼 往后经年 我与他纠缠半生 念念不忘的便是这一日 赵似水呼吸滚烫 在我耳边轻念 赵 下面四点水 念赵 小小 我的名字 叫做沈赵 赵似水 哦 沈赵走了 一走就是大半年 半年里 京城发生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 是个命案 说是有位世家公子 当街强占民女 凑巧 被微服私访的皇帝瞧见 天子脚下 竟无枉法 陛下震怒 当场叫人彻查 查来查去 发现公子哥跋扈 上一回 甚至打死了人 是个秀才 一个学识过人 却屡试不中的秀才 杀人那位公子哥 被拉到菜市口 刀绝 公子哥的父亲 护布侍郎为货 官将三品 涉嫌包庇 及玩忽职守的官员 统统革职查办 此事一出 坊间百姓 无不拍手叫好 第二件事 是件喜事 陛下立皇二子 沈赵为太子 令则首辅大臣 崔清泉之女 崔西瑶 为太子妃 待即日完婚 那日 我提着菜篮子 站在黄榜粘贴处 看了许久 赵四水是沈赵 沈赵是太子 赵四水是太子 赵四水要娶老婆了 我提着空篮子 去买菜 又提着空篮子 回来 老娘正在切豆腐 提着菜刀骂 林晓晓 要死了你 西乡房空空荡荡 只剩下赵四水 穿过的几件 就衣裳 跌在床上 我放下空篮子 拎上一壶酒 出了门 穿过长长的街 到东头 是秀菜家 秀菜家生着炊烟 门口执着个架子 上面晒满衣裳 墙角处 放着个接雨水的瓦罐 这里 已经住进新的人家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拎着酒壶茫然四股 兜兜转转 又来到春风楼 我觉得春风楼 真是很神奇的存在 天阴也好 下雨也罢 这里永远歌舞升平 原以为守门的小丝 又要粘我 万万没想到 一个丫头远远看见我 就迎出来 说她家姑娘 已经恭候我多时 她家姑娘 自然就是如意了 今天不是初一 也不是十五 不用接客 如意的装扮 很是素雅 只是手臂上 戴个白绣圈 见我神情惊异 如意性谋低垂 解释道 我在为她扶桑 是秀才吗 如意怅然一笑 说起来 也许你不信 我并不认识她 啊 那秀才不是白死了吗 我说 她每逢初一十五 都来看你 我貌美又有才名 初一十五 来看我的人 一直很多 嗯 我没话说了 如意给自己 争了一杯酒 那天 为公子逼我玩骰子 输一局 就脱一件衣裳 每脱一件衣裳 要从二楼丢到花厅 让大家都看见 这是什么玩法 还把人当人吗 我瞪大了眼睛 如意瞧出我的震惊 阳口咽下一杯酒 淡然道 不必为我生气 妻子嘛 可不生来就是给人玩的 况且那天 我并没有脱成衣裳 我在房间里面 被为公子灌酒 勉力支撑时 有为公子的仆人来禀 两人耳语几句 为公子大骂晦气 摔门而走 第二天 我才晓得 出人命了 你瞧 有个人为我死了 我连他姓圣名水 叫什么住哪里 都不知道 一直到那天 你来找我 我才晓得 为我死的是个秀才 我漠然无语 我原以为 戏子无意 婊子无情 可没想到 原来是这么个故事 凉酒 我闷下一口酒 舌头上又麻又辣 这个世道不好 我说 你想出去吗 我赎你出去 如意先是正住 眸子微微一转 凝在我身上 他眨了眨眼睛 似乎觉得 这件事情太荒唐 你我晓得你同情我 咱们都是女人 可你不必 我明白 它是什么意思 我穿粗布麻衣 只是个卖豆腐的 浑身上下最值钱的 可能就是脚上这双鞋 可是赵四水每个月给五十两 我和娘都没去动过 算算半年 应该有三百两 我打断他道 多少银子 你说 三千两 我深吸一口气 如意急忙道 我这些年 已攒了一些 加上客人给的首饰 不差多少了 你不用管我 我再攒一攒就好了 还差多少 一千八百两 我闭上眼睛盘算一二 咬咬牙道 收拾东西 三日后 我来数你 我把那块玉佩挖出来 拿到汇通钱庄 掌柜的忙着拨算盘 眼睛都没往我身上看 就叫伙计去取三百两来 不要三百两 我要一千八百两 掌柜的手盾在算盘上 抬起头看我 我缓缓把玉佩递过去 玉佩当给你了 换一千八百两 一次结清 面上看着挺像那么回事 可只有我晓得 其实我心里 没底得很 一千八百两 怎么看也不是小数目 幸而掌柜接过玉佩 对着光照照 没再说什么 利落地一挥手 叫伙计去拿银票出来 我揣着一千八百两银票回家 心脏狂跳 一路行铜做贼 只怕有人跟着来抢 一直等到天黑了 才敢从枕头底下翻出来 借着油灯细细地看 别再数了 你都数了八遍了 一声轻笑从窗外响起 我毫无准备 惊叫一声猛地站起来 正准备再叫第二声 嘴已经被人捂了起来 嘘 我是赵四水 赵四水的手修长有力 他扮拥着我 心跳沉稳 一下下响在耳边 我沉寂一秒 觉得受到更大的惊吓 张嘴咬了下去 半炷香功夫后 我端个小板凳坐着 看赵四水黑着脸 用纱布缠手指 许久没见 赵四水居然更轻瘦了一些 自觉有愧 我尴尬到 你怎么来了 赵四水摆我一眼 我给你的玉佩 半年没用过 一用就是一千八百两 我能不知道吗 也是 你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没事 就是打算把如意赎出来 赵四水愣住 为什么 我觉得他很可怜 而且我想和他做朋友 上次你不是这么说的 我反白赵四水一眼 女人的事情你少管 赵四水深吸一口气 你知道我有多忙 怕你有事 特意来看你 天底下 也只有你敢这样 同我说话 他不提还好 这一提 我骤然想起来 眼前这人 已经贵为太子 还要娶媳妇了 我抿住唇 然后道 还没有恭喜你 双喜临门 你 赵四水拍桌而起 与此同时 房门猛地被推开 我娘提着一把菜刀 站在门口 同我们大眼瞪小眼 我娘说 她听见我尖叫了 她还说 听见我屋里有男人声 她提着菜刀 要来与采花贼拼命 只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采花贼 是赵四水 命述这种东西 启程转合 总是这般神奇 我 我娘 还有赵四水 居然还能有一日 坐在一起围炉煮茶 我娘往火堆里 扒出块红薯 问赵四水 你如今在哪里谋生 赵四水道 我如今在衙门里当差 须知 我娘生平对我未来的展望 第一条便是找个 在衙门里当差的孤业 第二条 才是去隔壁张图护家 做老板娘 果然 此言一出 我娘瞬间客气起来 手上正扒皮的红薯 本来要自己吃 线下手腕一转 递给了赵四水 亲切道 桃婶平日里 瞧你就有出息 当了什么差呢 赵四水接过去 把红薯上的灰拍干净 又递给我 客气道 一点小差是罢了 我坐在旁边吃红薯 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 大抵是赵四水 今日没戴面具 且穿的人母狗呀 我娘好像已经忘记了 她会杀人这件事 对这个衙门里当小差的赵四水 越看越满意 追问道 那可有婚配 家中兄弟几个 双亲可还健在 我不高兴了 放下红薯道 娘 你问她这些干什么 问问怎么了 你这个死丫头 娘又不是问你 人家赵四水都没有不高兴 你不高兴什么 赵四水捧场道 桃婶既然想问 在下自然样样都要说的 家中双亲健在 兄弟三个 我排第二 至于婚配吗 暂时还没有 好一句暂无婚配 我看那告示上 白纸黑字 写得清清楚楚 她明明都要娶媳妇了 可是 林晓晓 你又在生气什么呢 气她骗你娘 还是 气她要娶媳妇了 她总要娶媳妇 不娶个漂漂亮亮的 官家小姐 难道还要 娶你这个大字不识的吗 再说了 她娶不娶媳妇 又关你什么事 那边娘又道 想娶个什么样的 照似水的声音平和 自然是 娶个情投意合的 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我丢下一句 吃饱了要去睡 站起来就走 等走出来 才发现 我本就在自己的卧房 我们围炉煮茶 原是在我的卧房 现在我走出来 家里能睡人的 除了娘的屋子 剩下的 就是赵似水那间西厢房 我心中常叹 到院子里的石阶上坐下 月色如露 我看了惠子星星 把头枕在双膝之中 赵似水走后这半年 张大牛对我热情依旧 我不再去买铜骨 可他家上好的腰牌 总是一斤一斤 往我家里送 搞得我都不敢路过他家 娘总催我 算年纪 我也不小了 早该嫁人 可我不想嫁 我只要闭上眼睛 就会想起 赵似水在沙地上 叫我写字 沈赵的赵 我写得比林小小的 小还要好 不晓得过了多久 身边坐了个人 不用抬头也知道 是赵似水 他道 我知道你看到了告示 我父皇给我定了个太子妃 这婚事 不是我自己挑的 我埋着头 没说话 皇子联姻 公主和亲 生在皇家 很多东西 都是身不由己 他把我的头 从膝盖里 薅出来 只副抹去 眼角泪痕 哭什么 我不会娶他 我泪眼朦胧望着他 道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他 那你喜欢谁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我惊讶地 瞪大了双眼 想了想 说道 不喜欢 我喜欢赵似水 嗯 我就是赵似水 你做沈赵 就不是赵似水了 他把我的一缕头发 缠在指尖 抵着我额头道 赵似水能娶你 难道沈赵就不能吗 沈赵要娶我 他是太子 他怎么能娶我呢 我磕磕巴巴道 你 你是想让我做个外事吗 我们家虽然穷 可我不做外事的 沈赵皱着眉打断我 你为什么要做外事 我说的是曲 你没听明白吗 我想 你做我的妻子 她的妻子 可不就是太子妃 将来要做皇后的 这太荒唐了 我道 琴棋书画 我一样都不会 怎么配做你的妻子 琴棋书画 宫里自有名家 我的妻子不需要会这些 我刚刚才同你娘讲 想娶个情投意合的 难道你没有听见 自然是听见了 我吸一吸鼻子 同她道 你喜欢我 同我讲这些 我心里很欢喜 可是做太子妃 我不行 俗话说 有多大的锅 下多少米 我只是林中小小鸟 进皇宫这样大的事情 我还没有这个本事 况且 皇宫里的规矩 我一点不懂 你娶了我 只会叫别人笑话你 沈赵道 皇宫里最不缺的 就是懂规矩的人 有我在 没有人敢笑话你 你说 你是林中小小鸟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你以为嫁给我需要 会琴棋书画是吗 琴棋书画 能母仪天下吗 你多少钱一生 不多少钱一匹 什么石令耕种 什么石令捕鱼 你身在民间 比任何人都清楚 做我的妻子 有何不可 我听呆了 猛猛懂懂道 照你这么说 我做皇帝都可以 沈赵一下子笑出来 他朝我头上 敲了一把 凶神恶煞道 大言不惭 简直放肆 我仰天长叹 所以啊 咱们俩 桥归桥 路归路 你是天上月 我是人间泥 你说你想娶我 我听过 欢喜一场 到这里 梦就该醒了 沈赵默了一默 说道 你知道秀才 为什么屡试不重吗 秀才 我不知道 沈赵 为什么突然提起她 但我还是实诚道 不知道 沈赵道 我看过秀才的答卷 针鞭石壁 入目三分 但她考不重 再来五回 她依旧考不重 因为她不是世家 倘若她出身 士族门阀 这会 说不定 已经官制三品了 顿了顿 她又道 当初刺杀我的 也是世家 我大惊 他们怎么敢 沈赵拢袖一笑 他们有什么不敢 士族横行 甚至左右皇权 寒门学子没有出路 朝廷没有人才可用 推行新政 我势在必行 小小 这次订婚 是为安抚世家 我有难处 旁人不懂我 但我希望你能懂我 朝堂上的事 我不懂 但是想扳倒世家 想一想 就觉得很难 会很累吧 我站起来 拔起腿往造坊走 沈赵追上我 你去哪 我一撇嘴 说道 熬骨头汤给你喝 我上次夜里回家 领回来一个 血淋淋的白衣服 这次夜里回家 领回来一个 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我娘见到 这么个天仙式的美人 手里的波及没端稳 豆子洒了一地 从前照似水在 我娘每天指桑骂怀 如今如意来了 我娘整日笑得何不拢嘴 只因为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 在我家守铺子 十里八乡的郡后生 都抢着来我家买豆腐 每日收了摊 如意便教我写字 如意耐心好 人又温柔 赵似水没教诲我的 如意一一讲来 教完写字 他又教我文章和作诗 他仍旧带着白绣圈 睡不着的时候 他就点着灯 来我房里 让我讲一讲秀才的事 我劝他 日子要往前看 不能老想着秀才 如意说 想为秀才守节三年 三年以后呢 如意说 他不会嫁人了 如意问我 有没有心上人 我想起月光下的赵似水 红着耳朵说没有 如意看穿一切 他同我说 小小 我真羡慕你 有什么好羡慕的 你长得这么好看 又有才气 我羡慕你还来不及 如意用手顺着我的头发道 我在青楼这么些年 早就不相信男人了 好不容易信了一个 那人却又死了 小小 去和你的心上人在一起吧 想到那森森的紫禁城 我说 我的心上人 它是天上的风筝 只有一根线在我手里 我一想到它 就觉得好不踏实 如意说 风筝总会收线 小小 你是勇敢的女孩子 不要怕 冬末 皇帝驾崩 沈兆登基 推行新政 改科举 她很久没有来 我猜皇宫里面 大概已经忙得翻天覆地了 我不知道能帮到她什么 只好每日去兰香阁 听读书人论道 说来也算传奇 教我写字做文章的 一个是当今天子 一个是京城花魁 这便好比一个人 不会做菜 却吃过好肉 依我看 兰香阁里 大部分读书人高谈阔论 内容却如空中楼阁 只有一人 好坐角落 寡言 偶尔说几句 同沈兆在我面前说的证件 不谋而合 这人好像穷得很 衣上打着补丁 靠替人写家书 挣两个钱 看见他 我就想起秀才 这人叫顾清言 我观察了他三天 整整三天 他每日只吃一个馒头 第四日 我坐到了他的面前 顾清言放下书 拿起笔 目光略扫过我 便道 姑娘要写家书 什么内容 是口述 还是在下替你润色 不写家书 我道 我是西巷卖豆腐的 我家的豆腐很便宜 只需一文钱 若是初中十五 还能免费送 顾清言的眼睛 微微睁大了些 难堪 错愕 各种表情 从他脸上一扫而过 当即我就晓得 自己做错了 只是想要后悔 已经来不及 果然 顾清言放下笔道 大丈夫不吃接来之时 多谢姑娘美意 我只得幸幸离去 我在家想了一整日 第二天天一亮 我同娘商量 想把赵四水 每个月给的 五十两银子拿出来 再盘个铺子 专门给吃不起饭的 读书人吃饭 娘不同意 一个赵四水 一个如意 我管的闲事 已经足够多 我说 五十两银子 埋在树根 也不会发芽 拿出来用 却可以喂饱很多人 我们都是穷人 自己不帮自己 难道还 等着别人来帮忙 娘说 做这种事情 我们几个女人 抛头露面 不合适 我心说可巧 我有现成的人选 我用芭蕉叶包上 三块豆腐 并半碗豆浆 再去找到顾清言 顾清言一见我就要走 我拉住他 道 顾先生 先别走 你说不吃接来之时 我给你道歉 如今我有个差事想顾你 你接不接 顾清言不愿意 我用言语激他 怎么 先生空有知识之才 一家小小的饭堂 却治不下来 顾清言父亲答应 我们的铺子就这样凑凑呵呵开下来 顾清言主外 又另外雇了两个大娘 每天负责炒些清白小菜 我们把菜价定得极低 酒水的价定高 肉菜只在初一十五那天有 如此一通筛选 留下来的就真是吃不起饭的读书人了 读书人心气高 菜价低 也怕他们不来吃 又背下纸墨若干 打个以墨宝换餐时的幌子 每个月去钱装零五十两银子 总归心里不踏实 我同如意商量 最后决定再开个首饰铺 他长得好看 又当花魁那么多年 最知道如何打扮 由他画画样子 我出去找材料回来做 我们不做金银那些贵玩意儿 就做些太阳底下 闪闪发光亮眼的小东西 诸如蝴蝶簪子 羽毛耳坠之类 我能说会到 再加上如意这个水灵灵的 赛西师做活招牌 倒也颇受小姑娘 小郎君喜欢 一月下来 竟也能挣二三十两 这些钱 我和如意对半分 属于我的 留出来一份给阿娘养老 另一份 给那些来学认字的女孩 买些笔墨吃食 天气渐渐热起来 我瞧着顾青岩 那身破衣烂肠 实在碍眼 狠狠心 掏出我被赵四水吃 剩下的那几个私房钱 给她制了两身新衣装 要不说人靠衣装 顾青岩换上这一身宽袍广秀 顿时像模像样起来 我娘 向来是看见个好看的 都要问两句 拉着顾青岩 又是那老三句 可有婚配 家中兄弟几个 双亲可还健在 我尴尬得恨不得 立马捂住我娘的嘴 顾青岩红着耳尖 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道 一中人有一个的 只是还没去说亲 顾青岩向来清高 此话一出 我着实没想到 府长大笑道 是哪家的姑娘 顾青岩含糊道 是是个好人家的姑娘 等我明年高中 就去娶她 夏日绝短 半梦半醒间 我恍然瞧见 床边坐了个人 长眉微挑 压结下坠着一粒小枝 我冲她笑笑 她也冲我笑笑 替我捏一捏背脚 我惊觉 这个好像不是梦 从床上跳起来 又被她按住 重新塞回被子里 在睡会 沈兆没有点灯 绣袍跌在我踏上 像一个以你的春梦 我磕磕巴巴起来 什么时候来的 你 你明天不上朝吗 上 看你睡会我就走 沈兆的声音急眷 那个以你的春梦 被戳了个泡泡 一下子碎了 我往床里面挪了挪 道 上来躺会吗 她道 我们并未成亲 这与理不合 所以啊 咱们小声些 别叫娘又拿着菜刀 来找你拼命 沈兆瓦尔 然后合一躺了上来 她好像真的是累极了 结下两片乌青 躺上来 不过几个呼吸便睡着 我从床边上坐起来 借着一点星光 看她的眉眼 说是躺会 也没躺多久 只不过半个时辰 沈兆就睁开眼 安静地看着我 这时 我们已经很久没见过面了 我原先一直盼着她来 有好些话想同她讲 讲讲我新开的铺子 讲讲我用五十两银子 养了好些读书人 可是她真的来了 我又讲不出来了 见一面的时间太短 几个眨眼就会飞走 看了一会 沈兆坐起来 说 你是不是长胖了 我立马给了她一巴掌 谁胖了 你才胖了 有病 沈兆大笑 我可能真是有病 就喜欢被你骂 我竟然从这笑里 瞧出两分寄疗来 她父王刚走 她即位 来不及悲伤 就要振奋精神 与士族周旋 身边 怕是连个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 我垂下眼 说道 我遇见了一个人 叫顾清言 很有才 以后朝堂上的事 她或许可以帮你 沈兆点点头 说记下了 送走沈兆 我分神注意着娘那屋的动静 却不妨 院墙拐角处 悄无声息立着一个人 我几乎撞到她 杀住脚步 瞧清这个人 是顾清言 我心中忐忑 不晓得她为何出现在此 又究竟看到几分 可顾清言 终究是个寡言的人 她只是朝我笑笑 道了一生早 这种事情 她不说 我也不好主动去问 只得由此作罢 来年春为放榜 顾清言中了榜眼 这是天大的喜事 毕竟 我素来有个 同状元探花 打对眼的心愿 如今顾清言高中 可叫她打马而过时 在我家豆腐店前 多绕两圈 我同她打去 问她何时去取 她的义中人 顾清言落寞一笑 说不取了 为何 我来得太迟 不妨戳到人家的伤心事 我尴尬地安抚道 你父亲赶考 人家等不了嫁人了 也是常有的事 你莫要急 我叫我娘替你留意 如今想嫁你的姑娘 只怕多的要排队 顾清言显然不想多谈 她扭头道 按年纪 我需长你几岁 如今 我想收你做义妹 你可愿意 顾清言做官做得很凶 一年到头 都埋在卷宗里 我娘有时候 做了好菜给她送去 回来扎嘴感叹 说这孩子 简直不要命了 一天只睡两个时辰 做官 少不得要应酬 据我所知 她是不太会喝酒的 有几次 我却见她呕出血来 我一边给她熬小米粥 一边问她 干嘛要这么拼命 顾清言已在床头 没有竖发 红着眼睛瞧我 我是个俗人 就想做大官 我觉得 我认识的顾清言 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 可她又分明说出来了 我不知如何言语 只得放下小米粥 嘱咐她放凉了再喝 顾清言拼命 沈兆也有意打压士卒 两人一拍即合 沈兆破格提拔 不过一年 顾清言就官居四品 沈兆推行新政 削弱士族势力 八月 沈兆于行宫内中毒 顾清言传消息来的时候 我正在做一只羽毛耳坠 勾针扎进肉里 我恍若未觉 站起来问顾清言 生死不明是什么意思 顾清言叹了一口气 皇上中毒这件事 被几个首府大臣压下来了 这是我秘密得到的消息 想起自己这样 看着太异常 我勉强编起自己都不信的谎话 我 我听说这位新帝 推行新政 为咱们老百姓出头 心里很是钦佩兄长 你能带我去看看他吗 顾清言面露难色 不怪他 带一个大活人进宫 怎么想也太难了 他沉吟片刻 说道 你可有什么信物 我心头大震 那日他果然看到了 他晓得 我和沈赵的关系 顾不上其他 我立马找出 沈赵留下的玉佩 顾清言点点头 说道 有了玉佩 那就好办了 顾清言计划 让我假扮小太监 紧跟他身后 他手持玉佩 欲有人拦 说是皇帝密诏 公规我不懂 但顾清言假传圣旨 怎么想 都是杀头的大罪 我不能为了 我想见沈赵 就叫顾清言平白送命 临出门 我毁了 同顾清言说 我不去了 求他帮我把这块玉佩 送到沈赵身边 五天后 顾清言带来新消息 沈赵醒了 他神情愁愁 我知他还有话讲 顾清言道 是崔氏女 一不解代照料的 我了然 他们毕竟有婚约 顾清言道 你不生气吗 我不知他曾经 许诺过你什么 但你继承我一句兄长 那兄长要劝你一句 他不是良人 我平静道 我知道 赵四水这样的人 我把不住 我一开始就知道 就算沈赵说要娶我为妻 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他毕竟有他的难处 便是娶我为妻了 他也未必是一心人 可我年少时 遇见了太惊艳的人 我总是忘不掉他 总归 他平安就好 这一年我十八 已经算个老姑娘 我娘又出去吃了两回 老姐妹嫁女儿的酒 彻底绷不住了 抓起扫把 追着我满院子跑 如意扎舌 逃审 便是春风楼里的老宝 也没有你这样的 我未夺我娘 几乎快要上树 索性最后关头 顾青岩来了 我跳着脚 往他背后躲 顾青岩护住我 笑着道 逃审 消消气 我娘不依不饶 消气 消什么气 小小不嫁人 你养他一辈子吗 顾青岩朝我瞥了一眼 好啊 养一辈子 又有何妨 我心神俱正 只觉得很久以来 有什么东西 一直被我忽视了 顾青岩又道 不但小小 便是如意 逃审 你们我都要养一辈子的 如意笑道 哎呀 顾青岩 你真是出息了 我在心里默默 唾了自己一口 暗笑自己自作多情 顾青岩这么个清高的 怎么会对我生情 一月后 沈赵来了 他来 多在夜里 悄悄地来 又悄悄地走 这一回 却是青天白日 走得正门 许是大病出狱 他脸色苍白 我把他迎进门 问 毒都解了吗 怎么来了 沈赵你我一眼 我再不来 顾青岩要养你一辈子了 我心头直跳 觉得有大事要发生 他同我娘寒暄两句 站起来 恭恭敬敬行了一礼 桃婶 其实在下今天来 是来向你提亲的 我娘磕到嘴边的瓜子 突然掉了 在下爱慕小小 想娶她为妻 原本早该来的 只是家中 父亲突然去世 一时琐事太多 还请逃婶原谅 我站在旁边 默默捡起娘那 撒了一地的瓜子 沈赵又道 至于聘礼 来之前 在下在库房里 挑了又挑 只觉得梅一样 配得上小小 在下前思后想 觉得还是 只能以国为聘 我娘扎巴两下嘴 茫然道 以国为聘 是个什么意思 沈赵道 在下在衙门里 当小差 把衙门给 小小当聘礼的意思 我忽然拧巴起来 当着娘的面道 我不同意 沈赵醋梅 为什么不同意 是啊 为什么不同意呢 我在心里面问自己 你拖着不嫁人 可不就是心里面有她 等她真的来娶你了 为什么又要不同意 沈赵道 你是因为崔西瑶的事吗 我和她的一切 都是假意亲近 可以一样一样 说给你听 我道 不必解释 我相信你 你说不会娶她 要来娶我 你做到了 我心里感动 可是 成亲的事 还是算了 这些年 我确实心里念着你 但我终究只是个卖豆腐的 入宫 当皇后听起来太远太远了 我觉得 我们现在这样 就很好 沈赵道 我是赵四水 也是沈赵 你说你走不上去 我愿意下来接你 我往下走九十九步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往上走一步呢 我入宫 对你我都没有好处 我娘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 什么崔西瑶 什么入宫 你们在说什么 我仰天长叹 阿娘 沈赵是当今圣上 阿娘愣了两秒 摁着太阳穴 脚一软 跌了下去 我扶住阿娘 同沈赵道 你瞧 我们俩身份地位差这么多 是阿娘听见 都要晕倒的程度 沈赵道 卖豆腐怎么了 我觉得卖豆腐很好 我也道 卖豆腐怎么了 我也觉得卖豆腐很好 四目相对 彼此都能瞧见 对方眼中的痛苦 僵持片刻 沈赵又掏出那块玉佩递给我 苦笑道 你先安顿好逃沈之于我们的事 以后再慢慢谈 晚上 顾青岩来了 我娘被吓得不轻 顾青岩提来一支人参 我在造房烧火炖人参 顾青岩就倚在门上 拢着袖看我 我留下两行泪 回头 冲顾青岩说 这个柴不好 熏人 顾青岩硬道 嗯 回头换了 说换就换呢 顾大人当了官 就忘记你吃不起饭的时候了 顾青岩一本正经道 不是说换就换 是你说换就换 我扑斥一声笑出来 眼泪汪汪同顾青岩道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知好歹 当今天子来到我家门口 提亲被我赶回去了 顾青岩道 确实是不知好歹 我大怒 连你也不懂我 顿了顿 他继续道 我又要升官了 这回是三品 我一抹眼泪 赫道 恭喜啊 顾大人前途无量 顾青岩笑了笑 我做官在拼命 也不过二十三岁 这个年纪的三品大员 你听说过吗 朝堂上的事 我不懂 顾青岩叹道 我能升这么快 说来也是沾了你的光 皇上他提拔我 想让我在朝堂站稳脚跟 让你有个好娘家 怕你进宫 被别人说闲话 小小 他很早以前就在为你铺路 比你想象中爱你 我没说话 顾青岩又道 他推新政 动了世家的利益 这次中毒 只是世家的一点小小警告 可他还是执意要娶你一个平民皇后 你进宫是不容易 他面对的阻力 远比你想象中更多 小小 你是个勇敢的女孩 嫁给他 你怕门不当户不对 怕不幸福 怕以后他再娶别的女人 那你同我呢 我们门当户对 我以后也不会娶别的女人 我发誓一心一意对你好 你愿意现在立刻嫁给我吗 顾青岩这番话 几乎吓得我魂飞魄散 他眼中有灼灼火光 看着我 一直烧到我心里去 我躲着他 不敢细看 顾青岩却不让我躲 他抓着我的手道 回答我 你愿意现在立刻嫁给我吗 我被他逼急了 知无道 兄长 你 你很好可是 顾青岩猛地放开我的手 后退两步 笑道 那可不就得了吗 你心里有他 他心里有你 不嫁他 你也会抱憾终身 你想嫁他 就去嫁 兄长这些年 拼命做官 就是做为了 做你的底气 有什么事 兄长在背后 为你撑腰 他神情变得太快 刚刚一切 只像吹过一场风 做过一场梦 我眨拔了两下眼睛 只觉得手上 被他抓住通红的一片 还留有证据 顾青岩体贴道 没吓着你吧 刚刚只是做戏 不要当真 我漠然无语 良久心下烧定 我和沈赵的事情 不是我勇敢嫁他 就能解决的 沉吟片刻 我道 兄长 推行心证的事 我不懂 只是我想问问你 朝堂上 寒门学子一派 世家贵族又一派 二者之间的矛盾 是不是一点就着 顾青岩沉默 倘若你是崔氏 心地提拔人才 亦是在夺我你的权了 如今 连许下的后卫 也没有了 你会怎样 他刚登基 不过几年 推行心证 只得徐徐图之 若是逼得太紧 世家反了 会如何 他已经中过一次毒了 再来第二次 会是什么 我确实喜欢沈赵 可他是皇帝 我们俩的情爱 与这天下比 终究是太小了 我为我自己考虑 也为沈赵考虑 我们或许 终有一天要成亲 但总归不是现在 天蒙蒙亮 我留下书信 嘱托顾青岩 和如意照顾好我阿娘 背上行囊 一路南下 京城待久了 等出来 才知天地辽阔 我见过流民 见过士族旁之 欺压百姓 见过郊外的黑殿 见过田里的庄稼汉 见过莲池里的鱼歌女 又是三年 到最后 我见青山 一路走 京城的消息 慢慢地 一道一道飞来 沿途听说 心地减免科捐杂税 厚农丧 沿城贪污 我最后停在江南 路边的柳树抽出心芽 我租了个院子 教村里 没条件的姑娘们认字 我教那些女孩 第一个字是我 姑娘们叽叽喳喳 抱着头噘嘴 小小姐姐 这个字也太难 我笑一笑 想起秀才 说道 不会邪我 怎么做人呢 村里有个猎户 说是感激 我教她侄女认字 每至年节 就要提上东西 来我家 习巧节 我望着她提来的两支大雁 认真道 其实我已经嫁过人了 猎户祸 祸祸祸祸 祸祸祸 祸祸祸 我叹了口气 张口胡走 我这么个年纪 可不是嫁过人了吗 我那夫君 名叫赵四水 我给他生了一儿一女 最近我同他吵架 才从家里面跑出来的 猎户失魂落魄 提上两支大雁 回去了 我看着两支大雁 心里直呼可惜 世家最后还是返了 宫里发生兵变 我经坐起 满屋收拾行囊 准备北上回京 走到第二日 才想起来 京城的消息传到我这里 已经是一个月以后 若有什么事 我现在回京 也于事无补了 可是 我都已经出来了 总不能再折回去 况且 阿娘他们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 沿路在北上 一路听说 顾亲言不知怎地 甚至立了军功 他又升官了 如今 是从二品 至于沈赵 世家作乱 他同崔氏女的婚约 自然而然取消 新帝登基六年未取 急坏了朝廷的一帮老头子 坊间甚至传闻 他洗断绣 倘若我是沈赵 大概要在宫里 跳脚大骂 有病了 极致离京最后一个驿站 我风尘仆仆歇下去 只不过半个时辰 便被隆隆的马蹄声叫醒 我摁着太阳穴起来 心想 这是哪里的军队 打到天子脚下来了 胡乱把衣上一穿 推开门一看 外面乌鸦鸦 站了一队人马 当先一人 容颜惯绝 身穿一件明皇起衣 魏戍官 显然是刚从被窝出来 就骑马过来了 很是不成样子 沈赵亮呛着扑上前来 急切地抓着我肩膀 似乎怕我飞走 我们说再谈谈 你为什么一走好几年 连封信也没有 往后看 顾清延着紫袍 阿娘和如意坐在小轿上 后面有皇家护卫若干 顾清延冲我点点头 又摇摇头 好像在说 他非要这么干 我也没办法 我扑齿一笑 对沈赵说 你大半夜不睡觉 真是有病 你送我两支大宴 我就坐下来 跟你慢慢谈 谈多久呢 或许是一辈子 好